- 踩單車要怎麼踩比較不會卡卡的 嗨,大家好!之前有人提問到踩單車要怎麼踩比較不會卡卡的 所以我們本次的主題就來講這個,踩單車 踩單車這項技術的使用最早是從義大利人開始 之後巴西人將其發揚光大 剛開始踩單車就像是在跨球而已,沒有很實際的效用 大多數的進球都和這項技術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的踩單車就像是在表演華麗的腳法而已 一直到羅納度的出現才讓這項技術的實用性整的展現出來 羅納度不單純的只是跨球而已,而是包含了身體大幅度的重心擺動 有時甚至腳不跨過球,只用身體的晃動就騙到對手了 因此也有人將其命名為鐘擺師過人 靠著這項技巧以及那近乎變態的爆發速度 在當時幾乎沒有幾個後衛能扛得住他 而近年來大家比較熟知喜歡踩單車的球員應該就是西羅了 有些人會覺得比起以前的羅納度,西羅好像沒有這麼厲害 其實這兩個人的技術特性有點不同 當時羅納度比較是屬於前鋒的位置 所以很常可以拿到球後一對一後衛或守門員 而西羅進攻時很多時候是在編役的位置 加上現在防守觀念比較進步 西羅很少能靠這項技術直接衝到進去 你會發現西羅踩單車時球的滾動不會很快 因為重點不是要突破,而是找到一個缺口 掉球傳中或是直接抽射 踩單車的方式比較偏向快速的不平 上半身擺動較小 而且會不停的向左右拉球 看起來比較像是室內足球的技術 但偶爾還是會看到有單刀突破的機會 這時候的踩單車身體的擺動較大 就會比較像羅納度的 所以總結來說,羅納度比較善於快速行進時的重心擺動 而西羅則比較善於高不平的雙腳切換和左右拉球 那練習這項技巧當然還是從原地開始 先學會怎麼跨步繞過球 首先雙腳不要離球太近 半球之間要留一點空間才能夠繞球 繞球盡量用小腿擺動 有些人會怕繞不過球 就擺動整個大腿繞球 這樣不僅會很累,速度也會很慢 不習慣擺動小腿的人 可以刻意的讓腳後勾之後再推出去 習慣之後就可以漸漸的加快速度了 那之後就可以試著慢慢帶球前進 跟著球的速度做出連續的彩蛋車 再來就可以再加快速度 由於速度變快,這時候的身體重心會更低 雙腳會更開 上半身會和下半身反向的擺動平衡 這種快速前進的彩蛋車適合應用在1對1後衛或守門員 實戰中如果球滾得太快導致你根本跨不到球 其實也可以不要跨球 只做重心的擺動就好 效果是一樣的 重點是要能騙到人就好 最後你可以讓彩蛋車融合其他動作做出很多的變化 不要習慣最後都走同一邊 有時走有時停,有時跨球有時不跨球 比較適合應用在中場或邊翅 因為這裡的防守球員通常後方會有很大的空間 如果用剛剛講的快速的過人 對方會向後緊追 最後很容易被後方其他人包夾 好的,那本集影片就大致分享到這 很多人會去比較羅納杜和希羅兩個人誰的彩蛋車比較強 但就像前面說的 其實這不太能比較 而是更有優缺點 就算中百師過人練得再怎麼厲害 羅納杜和希羅的職業生涯中踢過這麼多場球 能夠成功製造進球機會的過人又有幾球呢? 大家要注意一點 沒有什麼技巧是最強的 能夠在最佳的時機用出最適當的技巧才是最強的 這項技巧的難度本身並不高 但很需要實戰上的經驗 有時球滾得慢 有時很快 防守的人和自己的距離該如何拿捏 這都要透過比賽中親身經歷並學習 OK 那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